一生人只是做一份工 现在的世代已经很少见 但他做到 一针一线制作每件旗袍 他都有严格的要求 一张照片一封信 是年过七十的他坚持不退休的动力 例如他既封历史来三百五百又怎样 他带过送一张照片来更高兴 欢迎收看《无奇不有》 旗袍是昔日女性的日常服饰 但时至今天快时上急速发展 旗袍不再是女士的首选 面临手艺失传的危机 旗袍老师傅又会怎样面对呢 通常要烫好一块布才才可以 铺好了 把这个纸箱 这里是一半的 他是文英杰 大家都叫他做文师傅 十五岁拜师学艺 自此和旗袍结下不解之缘 其实以前的家庭环境 就不像现在那么富裕 十多岁出来工作 那我们天生过子就小了 又没力又没气 又喜欢做一些 较为中国式的东西 机缘考核之后 有一家裁讽店就请学徒 那我就去职管又试试 万事起头难 上一辈的老师傅 不会轻易把手艺传授给徒弟 初为学徒的他 经常都做事做通宵 靠着一份热诚打动师傅的心 那一切都要做 做到你真的 不知天分地暗 几点钟都要开工 你不知道的 说一听做酒 其实碰不到旗袍的 碰不到衣服的 只是买些库料 买拉链 到你差不多 师傅觉得你都听教了 那他就教你一些东西 给你一些碎料 你车一下直线 都有些满足感 旗袍是适合女士的日常服装 浓厚的中国文化色彩 受不少外国人欢迎 文英杰为了可以和客人沟通 所以自学英文 协助师傅打理生意 鱼湾有很多洋人 住博库林 潘南 外国的男士 都喜欢穿Mandarin Jacket 所谓唐装那些 其实现在很多 很多人 慕名 而走去买些唐装穿的 就算外国的妇女 都喜欢 所以其实 说起什么文化水准很低 我们 其实就是想学做生意 别人说你多少 你都不懂得说 死火不行 我就喜欢这一块 你喜欢这一块 刚刚教了一件 四十多年前 老师傅因为要退休 将裁讽店的生意 转让给文英杰 林小姐和她的妈妈 都是文英杰的老顾客 他们相识超过四十年 林小姐每次登台唱歌 都会来这里做长衣 当我唱完 出来的时候 我有个朋友 在老远的观众席 走走走走来 追着我 说我好美 穿长衫是好美 不过 都要是 要契合个个性的 我是比较粗老一点 你说真的有一件长衫 你真的坐 站 你完全是挺直 所以你说 平时穿 就是不可能 但是你说 出一些长衫 好像我们说 出秀那些 就可以 美不美 那些朋友说你穿的 那些朋友 看我穿的美 就介绍来这里做 女士穿旗袍 追求线条尾 无论是烟修还肥 只要师傅动下脑筋 就可以将美太展现 这个呢 林黛 我们都没有钱看电影 大腿位 就是这个位置 窄了 如果这个前腹 大一点 这么多 就不会见到这样 很多未结婚 就已经认识我们了 结婚不用说 每个人都22寸腰 生了两件 每个人都二十八三十 可以 当人客做件衣服的时候 我要钉花 当然要看她的身形 如果身形 较为肥胖 风满一点 不要说肥胖 就可以把这些花 这样 从这里拉过来 套位置 遮掩套位 那它就自然 连套位也见不见 你说想做件衣服 对吗 对 以前那些可以吗 可以吗 可以 你没有拍我的照片 要做一件令人满意的旗袍 除了要靠师傅的一双考手 还要有一份追求完美的收着 其实我袍的宗旨 第一 我一定要漂亮 出品要漂亮 我经常说 我们做美丽工程 人客穿衣服 被人赚的开心 还是被人弹的开心 如果人客不满意 我真的剪掉它 我再做一件 是真的 我不是骗你的 既然他最初选了我 我一定跟他做 做了一件 我就会给他意见 做这天你更好 做年轻一点 不要做那么长 膝头哥 是的 但是私生可以改一点 旗袍我没有特别 但多数都是穿长衣 因为我没有什么身材 我的儿子结婚 我的女儿结婚 也有做 平时过年都做 还要做一些丝绵 用来搭裤的 牆壳的衣服 很漂亮 我路由于出品的衣服 我是终身补着 有我一天 我每天都跟你过去 其实客情是很重要 所以有时我叫他 这一轮静一点 你过来捧牆壁 他二话不说就来 有些这样的客人 真是好得不得了 你很久没来 你帮我剪了花 黄色的花 久不久都来陪我 在店里玩 又是帮我剪花 剪草 他最好就是喂鱼 喂鱼 饱得不得了 农孙遗乐 是不少长者的心愿 十岁的嘉嘉 是文师傅的开心果 亦是他的尊熟无特意 这衣服比较长 可以今年过年穿 他今年十岁 我由嬷第一年的过年 已经做到客客了 这件超漂亮的 你喜欢这件? 喜欢 这么多件,最漂亮是哪一件? 全部都这么漂亮 全部都喜欢? 那想不做给你也不行 未必过小孩会喜欢 他这个东西是特别喜欢的 你好像有没有穿过去学校? 有 每年都要穿一次 每年都要穿一次? 是 那同学的妈妈有没有为了? 有 也有吗? 一张张法王的旧照 记载着文师傅做每件旗袍的故事 纵情旗袍超过50年 他仍然未打算退休 是否有 勞选一定有 是吧? 眼睛已经不行了 我到这个年纪 我不会拼命去做 但你不做 又不舍得客人我最惨 另一个不舍得退休的原因 是这群和他一起打拼半生的师兄弟 文师傅在创业 我便帮他忙 大家师兄弟 没所谓 我现在退休呢 62年来香港 学习 做到现在 差不多退休了 几十岁了 半退休状态 出入 拿地方聚一聚 几十岁 难道四个人一起坐公园? 长衫制作技艺 早年就被列入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 随着一个个老师傅退休或者离开 要找到徒弟将手艺承传下去 其实也不容易 走来学习 几百元工资 死得了 几百元工怎么可以养妻活儿 是吧? 没办法 有些他满腔热情来做 做了三个月都受不了 根本没办法你上手 因为很多零零碎碎的事要他做 但是他不甘做这些事 最长的三个月 最短的半天 晚到点几时 说师傅我吃饭 一去 不懂回来 根本就没回来 如果你做一件个人度身做的 真的会没有 只可以做一些所谓行货的 工厂形式那些 大宗世马那样做 时光可变 世界可变 旗袍这份情不会变 那你为什么坚不坚持呢? 最主要原因是自己喜不喜 我忠情这件事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几个月 基层市民收入减少 为他们免费提供物资的食物银行 和社区食堂也受到挑战 有什么方法可以帮他们呢? 下一节会去看看 对于不少低收入长者来说 一日三餐温饱 并不是理所当然 在疫情之下 为长者送上一碗饭 一碗暖汤 这些一直在长者背后 提供糧食援助的机构 运作都大受影响 他们怎样在这股疫情之下 继续为长者送上热饭 渡过这个艰难时期呢? 70岁的笑眉退休之后 都只是靠在附近的社区中心 教手工艺班 赚取居马费帮补加计 没有正职 各样都要省着洗 包括一日三餐 我们以前多数去中心吃饭 在中心吃饭 我们不用煮 没有收入 我们退休人士 要那样买那样 就省着 在疫情之下 社区中心暂停善食服务 一日三餐 都要靠笑眉自己解决 但他发现 最近的街市菜价都贵了 唯有买少些 有时菜心 少来的菜 芥菜有时都很贵 十多元 买少了 买半斤 肉都贵了 最贵是猪肉 不过我很少买猪肉 今天我煮乌冬 雨衣甘蓝的菜 都是文社给我们的 细香腸好吃 还有水煙肉 煙肉我们用来炒蛋 今天算是很好 我觉得 虽然一个人住 但笑眉家处备了不少食物 大部分都是由社福机构免费派 这一日他就去食物银行 拿食物补充存货 很少外出, 外出又戴口罩 现在疫情的关系 我们一个星期去一次 小美, 你好 是, 你好 是 有些草液的小口罩 是 是 那里有些米 是 有罐头 很多 超过一星期都够吃了 都有时有剩 我都剩了一些食物在那里 省了很多钱 真的 一星期总有一天见面 笑眉和这里不少职员都做了朋友 为了多谢他们 笑眉还带着自己最擅长做的手工艺作品 作为对职员的一点心意 特地我做一些手工 好美 谢谢你 不用客气 身体健康 大家好吗? 多谢 好, 下位 多谢 好, 不用客气 这间食物银行 主要都是将收回来的食物 经筛选之后免费派给街坊 服务对象主要都是一些低收入家庭和长者 在疫情之下 收到的食物援助查询比以往多 基于卫生考虑 他们一度暂停街市和面包店的回收计划 而一些行常捐赠食物的批发商 亦都因为经济问题而减少捐赠 每个月收回来的食物 由60公吨减少去到30公吨 面对增多触少的问题 他们仍然希望为街坊尽一点勉力 其实街坊 就是长者 其实对街市的蔬菜 食物都很紧张 但是他们都明白到一个 就是安全为上 某程度上 我们收的食物 都未必说 够分给街坊 但是我们都尽可能就是 平均帮一些街坊 希望在这个疫症期间 都可以帮到去减散开支 如果公众有能力的话 都可以不妨支援一下 一些社区上有需要的团体 甚至可能身边隔离轮射都可以 香港人口高龄化 不少长者因为没有制定完善的退休计划 退休之后 生活开支 或者会令他们陷入贫穷 香港长者贫穷人口 也有上升的趋势 根据政府数字 2018年在政府行常现金政策介入之后 贫穷长者人数达到36万 比2017年多了2万 而长者贫穷率就是30.9% 即是每三个长者 就有一个是贫穷人士 每日为三餐奔波的 还有他们 这间位于油麻地的社福机构 每星期有5天 为附近一群怒宿者 免费提供午餐和晚饭堂食服务 当中以男性长者居多 疫情施弱 他们的服务没有停过 仍然希望为露宿者 带来一份温饱 疫情前我们的餐次 其实我们每日大概都说 是50至60人次 疫情之后 糖食的部分会少了些 经济状况比较差了 可能他们的食物都比较困难 林家强是这个机构的主席 移务服务露宿者 当年 他说这段时间 看到露宿者的比例有所增加 而一些基层长者也希望得到援助 我们有定点位 都多了一些来拿物资 拿饭盒的朋友 老友寄 我上次有一次派饭 有个很深刻的人像 最初有个限聚令问题 我见婆婆都排队 我问她 你排队 你不怕被人发钱 有机会的 她答了一句问题 肚饿也没办法 有点心酸 我觉得香港是一个富翠社会 假如我们做多一点 他们都不需要去排队 其实可以每天走多步 趁你吃香 祝你健康 祝你健康 好 慢慢走 拜拜 招待完糖食的露宿者 一班乙工就马不停提 预备外展派饭服务 机构平时会接收外界捐赠的饭盒 再转赠给露宿者 而疫情之下 他们就特别煮多了饭菜 希望更多有需要的长者得到温饱 王伯是食堂的食客 亦都是义工之一 08年一场金融海啸 王伯被逼成为露宿者 他明白无家者的苦放 所以每个星期三 吃完饭之后 都会特意留下 为一班街头朋友预备晚饭 很热的 你拿着去拿东西 拿东西 他们在等我们 每个星期三 都在等 疫情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一合法 又重新把大家的心拉近 以前人都帮我 那我就帮回别人 帮别人是很开心的 大家都有饭吃 人太多聚集 你都不知道哪个中不中 中一中就很麻烦 所以我尽量会离开那些人 我和他们只是派饭的时候 接触一会儿 否则也不会接触 三餐问题基本解决 但疫情初期 公共临浴设施关闭 快餐店暂停通宵堂食 对于一班老宿者来说 要找到一个容身之所 比以前更加难 枉白也不例外 那时候疫情到处都很混乱 很多人到处去找 都找不到地方 吃完饭回来 就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然后就洗澡 即11点前要洗澡 一会儿它关了灯 抗疫之路还很漫长 这一刻 枉白心里面 只是有一个愿望 希望它快点过 过了我们大家 活动都好一点 至少聊天都多几个人 不用走 一班退休长者化身社区保姆 为自己区内的能力 提供托儿服务 也有充满爱心的年轻人 化身兼识乖孙 陪长者去看医生覆诊 他们的故事是怎样的呢? 下一集 我们会去看看 照顾者和被照顾者的心劳力情 当你明天更有感染 没有多声区盈 对一大工夫人精神麾 对一大工夫人精神 人的替导 对一大工夫人精神 这是一大工夫人精神